我們想問一下一位民進黨他們說如果他有涉犯一些洗錢才要嚴格處理 但是如果他有使用那些犯罪所得的話是不是也已經在洗錢的犯罪 我覺得最重要今天台灣最嚴重的問題並不是只有單純的洗錢而已 今天台灣已經被國際間認為說他是一個犯罪的天堂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真的尤其是賴清德主席他應該要很嚴重的看待這個事情 他應該要把這個為什麼台灣今天成為一個犯罪的天堂 然後他的這個要排除黑金零零這種東西他都應該出面講得很清楚 對於到底這個是不是洗錢我相信這個司法單位 他最終他會有做他出來的認定 但在這個時間點我相信民眾也希望這個我們的司法單位能夠很務實的按照法定的規定 他去判斷去執行 因為我們看到這個最近也有就是對於這個用這個兩公約的一個關係 把這個原來這個死刑的這個判決變更成無期徒刑 這個對民眾來講都是一個傷害很大的 那當然這件事情侯友宜在這個應該是今天的臉書上面 其實他也有出來發聲 那我想現在最重要的部分不是針對他的每一個這個犯罪的行為 我們去討論他 我覺得那個太狹隘了 我覺得現在應該全民其實最關注的 就是說怎麼樣子讓台灣的治安能夠重返過往 在這個國民黨執政的期間那樣子安和樂利的情形 而不是讓所有的詐騙犯在台灣然後假借著這個政治的這個權貴的這個光環呢 然後讓台灣的這個民眾呢讓他們的受害更深重 因為在那個情況之下其實損害都已經造成了 那被害人以及他的家人的這個傷害呢也已經造成了 我覺得從每一個案件如果我們花這麼多的一個精力去就個案 去講說他應該要怎麼樣解決 那到我相信這永遠沒有解決完的一天 我們今天應該要處理的是從把這個毒瘤啊 已經發生的毒瘤呢把它徹底的一個鏟除掉 那這些的毒瘤怎麼造成的 綠色的政權造成的 那綠色民進黨的這個主席呢 當然就應該要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議員想問一下 就是昨天有曝光這相關的照片 那現在台南市政府說是一個指風車的一個參會 你這麼看著說法 這個所謂的指風車就是過去呢 這個黃偉哲透過曾國偉他們這個IMB集團 然後去捐款 然後讓指風車到這個台南去表演 那但是我必須講 那這個有捐款的這個動作代表說什麼呢 曾國偉那個時候就已經是這個通緝犯了 然後他可能就已經有很多的詐騙行為了 等同於呢是台南市政府拿了這些詐騙集團 去詐騙其他民眾的錢 然後拿去呢說做公益 然後請表演團體來台南表演 這個所以我覺得他們把曾國偉IMB 現在到現在都還當成是慈善團體 然後呢來做公益的 這真的是非常可惡跟荒謬的一種說法 難道黃偉哲認為曾國偉是現代廖天丁嗎 我就問難道黃偉哲你認為曾國偉IMB這群詐騙 詐騙了台灣民眾25億的團體 是現代廖天丁嗎 所以我認為上一次我揭露的 黃偉哲拿著他們直銷的這個產品拍照 已經是第一次了 現在又發現還有兩個其他的參會是 他跟曾國偉這些人過從生命的 那我們就想要知道了 為什麼曾國偉這個詐騙集團 跟民進黨的高層能夠走得這麼近 不管是鄭文燦過去出席春酒 或者是更進一步的陳歐破 他的服務處他的車子 再加上這次原來連台南市政府去舉辦 紙封車活動給文化團體的錢 都來自詐騙集團 而台南市長台南市的發言人到現在還執迷不悟 沒有向大家道歉 那甚至在地方上都還有傳言說黃偉哲到底有沒有收過 曾國偉的政治獻金 就像陳歐破他也說了曾國偉是會送政治獻金的人 那我們就要公開的請問黃偉哲你有沒有拿過 你有沒有違反政治獻金法 因為其實我們可以要這個案子喔 其實像陳歐破第一次的說法 我們說他們認識那個曾國偉 就是透過一個公益的形式認識的 那現在回到黃偉哲這邊 他們政府也說是一個公益的場合 那他們就是比較撇清的方式就是說 比如說是用公益的形式 並不知道他從事別的詐騙的行為 或是有別的行業 你怎麼看這說法 曾國偉他們是詐騙犯嘛 所以他們要怎麼樣去累積他們這個詐騙的聲望 來騙更多人呢 就是透過跟這些黨政高層友好的關係 所以你才會看到很明顯的是 他一直在不斷的接近執政黨 有執政的能力的 包括綠營的相關的這個高層人士 那呢他一開始先透過公益的方式 但是問題是他拿的那些所謂做公益的錢 不就是詐騙來的錢嗎 不就是那些黑錢嗎 拿了那個錢之後 讓這些綠營的高官吃到甜頭以後 開始呢跟他越來越分不開 開始呢會越來越聽他的話 那到底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導致他們在外面的這個影響力擴大 能夠欺騙更多的台灣民眾 這是非常關鍵的一點 所以這一些不管是陳歐破 或者是黃偉哲都一直說 曾國偉是在做公益 可是你們有沒有想過 他當時就已經是通緝犯了 為什麼沒有被抓 以及他所謂做公益的錢 就是詐騙集團騙民眾來的髒錢的黑錢 你們拿這些錢說去做公益 把人家當成料天釘一樣 好不好笑可不可恥 所以我都認為即便你認為自己是被騙的 都應該出來向那些被詐騙的民眾 好好說聲道歉 好好說聲對不起 可是我們看到的是黃偉哲到現在依然顧我 他還是一樣認為這都是公益 即便是黑錢這也是公益 那對於他有沒有收受過曾國偉的政治獻金 黃偉哲到現在都沒有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認為就是說 未來檢調可能要去追查一下 所謂的曾國偉這個IMB的詐騙集團 他有沒有去做違法的政治獻金 捐獻給綠營的高官 但陳歐破本人表示說 絕對沒有政治獻金這一回事 然後他表示捲入這些事件 他自己也是被詐騙的那個 他如果說他也是被詐騙的話呢 那那些被真正被詐騙的民眾聽到可能恐怕會非常的生氣 那我們在講說政治獻金是這樣 你的競選總部有沒有去申報 競選總部的租金按照規定是必須要申報的 競選總部本身他就是政治獻金 政治獻金並不只侷限在金錢本身 還包括對方提供的房屋 租屋 物資 車子 這些都是屬於政治獻金裡面應該要申報的項目 所以陳歐破完全是認為多數的民眾 不懂得政治獻金裡面有包含哪一些項目 就餘目混珠的跟外界亂講一通 事實上如果有人提供我們競選總部 那我們應該是要付租金 那有付租金就應該要申報在政治獻金的規範這個裡面 監察院我們要上傳 如果對方有提供你車輛 這個車輛誰提供的多少錢 也都應該要申報進政治獻金的監察院的這個系統裡面 可是我們去查核之後發現 不管是房屋或者是車子 陳歐破都沒有申報 這就是明顯違反政治獻金法的行為 陳歐破還要再拗嗎 再拗一次再道歉 說一個謊要用更多的謊來圓前一個謊 不管是陳歐破或是黃偉哲 我認為他們都現在陷入這樣子的情況 那黃偉哲他其實也說他否認主賢是他的金主 你怎麼看 他是說他不知道啦 他不記得啦 所以他也沒有非常明確的說 他沒有收過任何這個曾國偉的這個好處 或者是說政治獻金或是物品等等的 他並沒有講得非常清楚 但是在台南地方上 其實大家都在廣傳說 他們兩個之所以走得這麼近的關係 就是也是有這一層金主的關係在 所以我認為這個部分 應該是要由檢調再去做進一步的調查 如果是有違反政治獻金法的話 那應該要根據相關的法律去研查研辦 你看說鄭文餐他今天又是在重申說不認識真國偉 然後並且說希望陳歐破可以出面說清楚 怎麼看就感覺現在劃清界線 然後還把自己人拖槍 真的喔 這個看起來鄭文餐是急了 想要跟陳歐破趕快劃清界線 因為他們也蠻常在這個同場活動的 就像是鄭文餐去的那場陳歐破人也在嘛 所以你要怎麼跟他劃清界線呢 我覺得很難 那我覺得最簡單的方式是 請行政院長鄭文餐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餐 清楚的告訴大家 你當天去參加那場活動 還上台發表致詞 是誰邀請你的 到目前為止喔 鄭文餐沒有說出 那場活動是接到哪一個朋友 或哪一個企業家 或哪一位政治人物的邀請 他才出現在現場 如果你要撇清關係的話 你應該說說是誰邀請你去參加的 所以請鄭文餐再好好的回答這個問題 不要只想著切割 不要只想著把陳歐破推出去 把陳歐破推出去 你覺得就不干你的事了 想要請問一下 那前民進黨發言的薛誠義 有用過那個裸動的詐騙大樓 那外傳是行政院的政務顧問陳正坤 去幫他介紹的 那現在的政府的顧問是在當房屋仲介嗎 可以幫我們講一下嗎 所以可以看到嘛 曾國偉他並不是第一次嘛 他就是多次的提供他們的房子好了 然後讓這個民進黨的候選人能夠使用嘛 那這其實就是政治獻金的一種 他就是其中的一個種類 那竟然還是由這個政務委員去做介紹的 而且他們有一個特色都是跟宜蘭相關 所以呢我也要問喔 就是檢調要去查 我們明天會去告發一件事情是 IMB它是一個P2P平台 它是有債權人 然後跟這個借錢的人嘛 那請問這些債權有沒有包含 宜蘭的相關土地或是建案 如果有的話會不會陳歐破 以及剛剛我們講的這個政務委員 他們其實也有牽涉在其中 那這一點沒有通過檢調的調查 他們當然會否認 但是如果透過檢調調查發現說 原來P2P這個IMB的詐騙集團的債權 有一部分是跟宜蘭的土地相關的 那我覺得陳歐破等人就應該要更清楚的說明 因為這些人他想要去當這個陳歐破的金主 要去接近他甚至薛承宜 甚至透過關係去介紹 他一定是有所圖嘛 不然為什麼要一直針對的是宜蘭這個地方呢 那宜蘭是不是有一些土地的開發案 是不是有一些建案是有需要他們幫忙 甚至是說做債權 然後再把這個債權給民眾 然後最後用詐騙的手法得利的 這一部分我想都盡待減貸的 檢調的釐清 但我想我們明天早上8點半 會有一群人去地檢署做告發 其實台南市府他其實也說 希望請議員多關心弱勢族群 還有議員團體減少說看圖說故事 我們是非常關心弱勢族群 就是25億被詐騙的IMB集團的受害者 我就問為什麼黃偉哲 你跟曾國偉走的這麼近 那現在有這麼多的IMB被詐騙 那他們可能妻離子散 全家的薪水工作這麼多年都被騙光光 甚至身上負債累累的這些受害人 他們不是弱勢團體嗎 為什麼黃偉哲選擇不關心他們 當我們在關心這些IMB的受騙上當的受害者的時候 黃偉哲還在把曾國偉當成是公益團體 來替他們做慈善的 這些人聽得下去嗎 台灣的詐騙最近真的非常的猖獗 有很多的受害者 那大家都對於詐騙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沒想到民進黨的高官 還到現在都站在詐騙集團的那一邊 幫他們講話 這個我覺得是最令人發指的事情 謝謝 走了 拜拜